当下网络直播盛行 各种诈骗手段五花八门 市民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 擦亮眼睛 遇到打赏刷礼物等要求 一定要细思量 以免上当受骗 近日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类似的案件 2020年底至2021年初 广东一家传媒公司开始大量招收员工 同时机全国各地多人不约而同的 在网络上结识了离异女主播 并为支持对方的视野 在直播间为爱发电 而钱花光了 女主播却没留住 短短几个月 已有数千人遭遇相似的情况 经报案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21年5月 个案的曾某某与76名犯罪嫌疑人 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日前 曾某等人已被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经查2021年1月至4月间 犯罪嫌疑人曾某某等人 设立某传媒公司 招募员工 组建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团伙人员被划分为管理层 直播组 业务组等工作组 造剧本杀诈骗套路 虚构离异单身母亲的女性人设 以谈恋爱共同生活为名 与被害人网流 后吸引被害人进入非法搭建的某直播平台 诱骗被害人直播打赏高额充值 诈骗数千名被害人约700余万元 事件曝光后引发热议 有网友表示 现如今女性遭遇家暴本来就维权困难 这样的犯罪行为一出 很有可能会让求助者们更加举步维艰 对于此类利用网络直播开展诈骗活动行为 一定要坚决予以重拳打击 全力净化网络空间